哈囉 大家好 我是白鳳鱼 白鳳鱼今天要來第一次嘗試餵食那個比目魚 看牠到底會不會吃 比目魚米在這裡 哇 在跳在跳 然後比目魚的話 有的是說 大陸魚是要吃完的東西 我們又是用那個 西蝦給牠吃 有的同學說牠也有吃過 牠是用 後來牠的馴饒成功 OK 抓一些西蝦起來 好 抓幾隻出來吧 多用幾隻 我們準備要來 那個 餵 黑牆蟲 比目魚 但是 吃不太多啦 等一下要順便餵那個海葵 來 來 我們先把它去殼 一般是不用去殼啦 但是我是 習慣把牠那個什麼 頭尾把它弄掉 像那個咳咳 方便它落後 那這就是 宅個人啦 因為大自然牠也沒有去殼的 我自己說要讓牠 我覺得吃到比較酸 最好要讓牠水比較燥車啦 操車它在進去吃的時候比較臭操 那個什麼 海葵的嗅覺可能會嚇得好 但是這蝦子的東西 非常敗化 就是說 一定要吃好之後 好 好 那這蛋的魚也會去吃 那這魚也會去吃 那有臭操 臭操就是 臭操的意思 這咳咳 那這咳咳有要扁的嗎 要扁的沒關係 有衣服沒衣服沒關係 我是說 整個衣服起來 不要 一些刮就不要 不要衣服好了 好 要開始來餵了喔 拿起大隻的夾子 它口氣比較小 口氣比較小 我們用小夾看看 我也用小夾這個好了 這個 把它夾緊 之後 它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 放來這邊 它的眼睛不知道是在哪裡 眼睛在那裡 眼睛在這裡 把它放在這裡 腳在那裡飄 它等一下 穿起來 把它弄起來 不吃捏 那些有水流 我這樣 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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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 好嗎 閃光燈關掉看看 我把它放在這裡 嘴邊的肉框 要吃嗎 不吃捏 奇怪 這瓶木也不吃 這瓶木也不吃 不知道這瓶子還是要吃火鵝 這瓶木怎麼才有夭食 這裡這裡 它可以在這裡 還可以在這裡 還可以在這裡 要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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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媽的它不吃 它不吃 它不吃了 它不吃給海葵吃好了 它不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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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有油 這樣搬動 底鎖了 它很乾淨 第一次為 底木魚失敗 大家可以在這裡 拜拜